兩軍都在準備 這樣的一個比較大的會戰 兩軍誰都輸不起 也就是普丁輸不起 哲連斯基也輸不起 看起來現在沒有很大的戰鬥 我覺得這是大戰之前的年紀 有沒有可能讓他達到一個平衡點 就是大家勉強的可以接受的停戰 可是目前來講 這個談判已經進入史極 拜登又把對方說成是 之前罵人家 然後再罵人家 永遠要給談判 要給未來我們要見面 留一個留一線 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現在俄國改變態度了 好 那我北部牽制不打 所以他把大軍 北部的大軍就撤了 撤了以後繞一圈 繞到東部這邊來 繞了一圈到東部來的時候 東部跟南部 那意義就更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 東部到南部這個地方 講俄羅斯語的人 占82%到92% 那就密集度很高了 所以看起來普丁是要 這塊大量講俄羅斯語的這個區域 普丁是要完全掌控 因此未來的大仗就在後面了 這就是普丁所說的 那麼他一定要實現他的目標 我的判斷啊 未來的會戰可能會出現了 也就是烏克蘭的軍隊 那因為一部分被分兵在保護基辅 因為他不知道 俄軍有沒有可能 趁著戰場好像在東南部打的時候 然後基辅空虛一支部隊 直接進入基辅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部分的軍隊 是作為基辅的一個首副隊 那這樣的情形下 烏軍 怎麼樣再躲到城裡面來 因為城市 赫爾松已經幾乎是被俄軍佔領了 然後現在是 瑪里烏伯爾再打下來了以後 所以敦巴斯地區 敦內斯克跟盧干斯克 這整個區 大部分都被俄軍佔領了 所以烏軍已經被壓縮到 比較窄的一個地步了 比較窄的地步的時候 你很難在場 因為大城市幾乎都淪陷了 只剩下鄉鎮 這個時候是可以密度高的轟炸了 那密度高的轟炸 對於烏軍來說的話 那大會戰 坦克大會戰的未來的戰爭 是有可能會發生 這樣的情形 平民百姓的損失就會最少 還有就是 俄軍本身被在巷戰裡面 被埋伏攻擊的也減少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把不同類型的坦克調過來了 你剛剛有跟我們介紹的 也就是 非常適合城鎮向戰的坦克 已經拉上來了 因為它的重量很重 因為它是兩層的甲板 的黃腹系統 那也就是說 跟第一波進去的時候 它是要講求速度 那講求速度 你重坦克 它基本上 尤其是保護的很強的 這種坦克 它基本上來講跑不快 作戰半徑小 它也沒那麼靈活 對 它沒那麼靈活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你看它第一波出去的 那個它的裝甲比較薄一點 所以容易被擠掉 那現在換上了重裝的 這些車 它本身就不是講求速度了 它是講求進入城鎮的以後 用更多的流砲 所以它已經不是在講求打得更遠 原來我的坦克是打得遠 但是我要跑得快 那現在的情況就 我不需要跑得很快 我也不需要打得很遠 為什麼 因為我在城鎮做的活力要強 對 我活力要強 要便宜 數量要多 所以我覺得 而且你後勤補給要跟得上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目前來講 兩軍都在準備這樣的一個 比較大的會戰 兩軍誰都輸不起 也就是普丁輸不起 哲連斯基也輸不起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看起來現在沒有很大的戰火 我覺得這是大戰之前的寧靜 風雨前 暴風雨前的寧靜 寧靜 就是比較安靜 但是問題就在於 本來我們都不想 坦白說 如果就我們在台灣的立場 我們不希望這場大戰發生 當然 沒有人希望 我們是最不希望有戰爭發生 但是它已經發生了 那我們就不希望打得越來越激烈 但是它看起來又往 越激烈的方向打 那接著我們就問說 那有沒有可能讓它達到一個平衡點 就是大家勉強的可以接受的停戰 可是目前來講 這個談判已經進入死胡同 所以對普丁來說 我現在基本就是先把烏冬打下來 你要談我們再來談 對 那因為 感覺態度是變成這樣子 因為過去的五次談判 都說快接近目標了 而且第五次最重要的 就是因為烏克蘭已經正式遞出文本 土耳其總統那一次嘛 對 土耳其總統都親自來主持了 然後烏克蘭已經遞出文字本了 而俄軍已經在某一個部分 就俄國的談判代表 在某部分已經有妥協了 似乎有退讓 所以是有接近了 結果一回去之後 談判代表也回去 要跟他們的老闆做報告 但是這個時候 拜登的一通電話 整個就毀掉了 拜登的一通電話 布查事件就發生了 哦 對 因為布查事件 就是這個時候出來的 是的 就這樣 馬上就發生了 那你想想看 對普丁來講的話 坦白說 普丁已經打了一個多月了 怎麼會不知道 烏克蘭的團隊 擅長搞這個文宣 如果布查的事件是真的 那我如果是普丁 我撤走之前 街上掃乾淨嘛 我坦白說 因為我不是倉皇走嘛 我是完全在沒有威脅下 我是離開的 我要先退出 我先退出這個戰場 我是離開的 不是我是被你打進來了以後 我倉皇撤走 所以我覺得觀眾朋友 您用嘗試來判斷 用理性 用經驗來判斷 俄軍不是倉皇退出 俄軍是當初已經說 我為了要談判 讓他順利 我減少基辅的軍事行動 所以我把我的戰區往後退 這是俄軍主動的 那您想想看 當俄軍主動的 要把戰區往後退的時候 而布查鎮離基辅的中心點才12公里 怎麼會沒有時間 12公里我們這邊到 大直到木柵 差不多 對不對 差不多 那你想想看大直到木柵 如果俄軍 而且俄軍已經知道烏克蘭 就是一直在拍照 拍電影 那這樣的情形下 他可以把整個 怎麼還會留這個證據下來 他沒有必要這樣做 這比較奇怪 這幾個小兵搬一搬 就找一個連 大家搬一搬 街上掃一掃 水沖一沖不就好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 為什麼會一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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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在那個地方給大家看 然後美國人就說 我人在衛星有拍到 一劇一劇擺在那個給大家看 各位想想看 有點不合常理 戲不戲劇 好戲劇 好電影 好電影 但是戲劇跟電影 正是誰的專長 哲倫斯基總統 所以我覺得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就是讓這個談判 進入惡化 進入死腹痛 很可惜 其實那時候我也覺得 哇可能真的 那就很難 有和平的空間了 那現在拜登 又把對方說成是種族滅絕 之前罵人家賤名 然後再罵人家屠夫 那現在又說種族滅絕 那請問一下 那你拜登如何在跟普丁 兩個人兩個大國坐下來談 怎麼喬歐洲的事情 對啊 那你跟一個屠夫 建民跟這個種族滅絕者 然後坐下來平等的來談的話 那你回去怎麼面對你的國人 你怎麼面對北約的這些盟邦 我覺得你永遠要給談判 要給未來我們要見面 留一個 留一線啦 做人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那拜登現在看起來 這個線沒有留 沒有留 我看他可能也不想跟普丁見面了 你大國一定是 坦白說國際事務就是大國決定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呢 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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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